做奴才做共鳴 本月初 中国大陆的白纸革命蔓延海外 一名25岁就读伯克兰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遭美国FBI逮捕 美国FBI公告 他叫吴小雷 涉嫌跟踪骚扰恐吓在美国张贴 民主自由海报的学生 还威胁要砍掉对方的手 美国司法部指出 他在群组写下 已通知中国公安会去问候你的家人 消防表示令人不安 据台湾声明 威胁跟骚扰不符合言论自由 是企图压制反对中共的观点 坚决捍卫美国宪法保障的权利 与国最高五年徒刑 加三年外议间 以及25万美金罚款 微博转传FBI公告 但是关键字民主自由 却被打上了点点点 让网民不懂是写了什么 这次白纸革命扩散 有赖于推特传播 过去中国人是不愿意表达的 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 这个账号的话 它现在其实是做 已经成为了一种 就是说中国人追求言论自由的一种象征 这首港人真民主的抗争歌曲 虽然成为静歌 但是在Google搜寻香港国歌时 第一首就是愿荣光归香港 造成多个国际场合播错 让北京跟港府很不满 也都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感情 这个是大是大非的事情 我们会继续跟Google去交涉 港府要求Google将中共的义勇军进行去制定 被拒绝踢到铁板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